美国公布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虽然成长4.9% 但却比3月5%的增幅稍微下降 同时也是连续第10个月下降 这提高了民众对于联准会暂停升息的预期 为了打击通膨 联准会自从去年初以来一共升息了5个百分点 使得基准利率飙升到16年来的高峰 我们预备要做更多 如果更加监管政策政策的保障 是保障的 虽然美国通膨有逐步降温的趋势 但最新民调显示 只有35%的美国人 看好拜登总统的经济领导力 相反的将近半数觉得完全没有信心 此外这份民调也指出 对鲍尔有信心的美国人只占36% 这是相关民调开展以来的新低 感谢了现任财政部长耶伦 在2014年的记录 调查指出民众对鲍尔的信任度 从2020年起已经滑落超过20个百分点 主因是鲍尔和其他官员 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行动迟缓 错过通膨只会是暂时性的现象 美国深陷高通膨的困境 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多的时间 虽然联准会已经将利率推升至16年新高 而情况也逐步缓解 但是目前的通膨率 还是与联准会设定2%的目标有所落差 即便外界普遍认为 5月将会是联准会最后一次升息 但想要鲍尔转而降息 今年内应该是不太可能 面对当前的银行业危机 和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 联准会依旧会把对抗通膨 列为首要之物 华语新闻黄玉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